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原住民族的這個事情 不管權力回復還是歷史正義 它算不算轉型正義 這個在國內外都有不同學者不同說法 那時代力量的版本就是為了避免變成在爭執這個名詞 所以我們的版本從之前到現在要針對原住民族的 我們都沒有刻意用轉型正義這個名字 我們叫做歷史正義與權力回復法 那所以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有要去爭論這個名詞的問題 如果一定要爭論的話 那可以看蔡英文總統的觀點 她代表她在對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的時候 第一條她就是說 總統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積極實現轉型正義 那內容是為實現等等等等 土地正義分配正義等等 轉型正義 由國家設置調查和解委員會 對歷代統治者所掌握掌控 而加諸原住民族的國家暴力歷史 進行在書裡詮釋等等 後面我就不一一念 也就是說以總統的態度來講 她也許是比較認同 某一些學者說的 原住民族的部分也是可以叫轉型正義 那我在這邊不是要進入這個爭論 我真的不知道現在到底爭論 轉型正義的名詞 這是學術研討 我們要做的是實質的內容 現在要做的是要工作 不是爭論什麼是轉型正義 如果執政黨有不一樣的意見 可以去跟總統爭論 倒不是跟我們其他人爭論 因為說這個是轉型正義 也是總統的觀點嘛 那所以我說要直接開始工作 例如說今天如果要辦公聽會 其實禮拜一就說有人說要辦公聽會 今天就可以辦啊 那今天辦的話就不會在這邊浪費時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浪費這個時間 而且我會建議一場就好 因為前面幾次的促轉條例 其實已經有很多原住民族的學者參加 該發表的意見 我們把那些公報拿出來看 大概都講過了 或是你們覺得要幾場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前面講過的整理一下 最後只是整理出來 我們要以怎麼樣的法案來去工作 要不然我們今天一定又是浪費掉了啦 那我剛剛回應一下 就是促轉條例有很多種 民進黨執政黨如果有決心的話 其實促轉條例那一天不就是 以民進黨的版本為主 大家就把它審過去了嗎 所以如果現在民進黨執政黨 有自己的版本 那我們公聽會開完以後 以那個版本大家來融合來辯論 也是可以嘛 可是現在連民進黨也沒有版本 那也不願意簽別的政黨的版本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繼續工作 所以 我在這邊要再說一次 時代力量在這個委員會沒有席次 但是我們很關心原住民族 全力回復的這個議題 我們在這一個委員會裡面工作的過程裡面 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但是每一次看 講到這個議題就在這邊浪費時間 國民黨過去八年對原住民族的全力回復 沒有任何的進展 然後關心原住民族全力的 現在看到新政府上台以後 這兩 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是這樣子的進展 甚至於在辯論名詞 我是覺得很失望 那我很期待真正的開會 真正的工作開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請 接著請